今天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的 Edouard和我们家老大的名字是一样的 你看我特别像 好了 好了 我们要出发了 早晨五点妈妈就起来了 我们现在忙喝到七点出发 路上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是 我都没喝醉 你都出来花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吃的 一大袋子 一大袋子吃的 妈妈和爸爸就在家帮我们看孩子了 走了 朋友们我们到休息站了 下来走 太冷了 我们现在外面的温度估计也只有一度了 小羊在后面冻的不行了 好冷啊 我们先去吃个早餐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九点十五分 我们剩一点早餐 咖啡 我们第一次在大车厅车站停了 对 大家看后面全都是这种大车 我们的车夹缝绕 我们的车夹缝绕 我们的车是最小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 太远了 我们这个是不一样的体验 给大家展现 不瞧见大家 没见过的不一样 对 看 外面这些全都是大车 我们的早餐来了 我们的早餐来了 还要了两个大咖啡 早餐 怎么样 不错不错不错 休息站 的早饭 大家看看 在这里画中 周边就是这种大卡车 很有特色 过一把这种 卡车司机的生活 这个休息站 有专门为这卡车司机 洗浴的地方 休息一会儿 就可以继续前行了 我们第一站 200公里 继续出发 漂亮了 我们的一站 OK了 慢点 慢点 太扯了 我帮你 哇 这个蓝天 大家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 需要放的物资放下来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赶路 到我们那个 朋友家 这个城堡这地方 然后让他们尝一下中国米食 老鱼也跟我们一起 我们到了 到了此城堡 我们要日放了 这是一段 城堡的宝主 对 然后这里是他的厨房 对 是的 好大哦 哇塞 这个笔楼太棒了 喂 你在干啥 太棒 喂 好我们换了新厨房了 这是 有一点大 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厨房 这是其中一个厨房 我们先把带来的烧饼热一下 对 他这个 还有甜 大家看看 烧饼 甜 一热 我们大家都饿了 现在已经下午两点钟了 对 嗯 这块也饿了 这个地方还有个雕塑 哈哈哈 这是麻烟 哦 你看那边是壁炉 大家看 哇 这个厨房真是够大的 比我们家那个大 这是差不多我们的客气的大厨 对 就等着你了老婆 等着你做完了 我们就去 真的是饿了 大家全都饿了 我拿一下 拿啥 牛肉 牛肉是用微波炉热的 哇 香味出来了 那再热一下 你不行 一会可以用那个炉子热 是不是要躲 对 对 割一下 然后加上那个青椒 对 嗯 今天我们这个中餐吃得非常好 走走走 一个人一个烧饼 牛肉 甜吗 一会让他们尝尝的甜吗 一会凉啊 甜吗 味道还是挺喜欢的 你看老鱼问了一下 主要是老鱼爱吃 这俩菜是一个不 吃 是 这两个是一个 放那边下 牛肉 嗯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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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儿又弄了一堆箱子 然后往地扔 没事吧 下雨了 这个地方晃进真不错 但是呢一下雨就不行了 我们装完了还要去Edouard家 我觉得挺好玩 因为那个Edouard的名字和我儿子一样 偏人叫他我都会认为我儿子在旁边呢 差不多12箱子 你慢一点 已经没有脾气了 我的老雨 今天又带我们在这里喝咖啡 老雨很开心 今天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的Edouard 和我们家老大的名字是一样的 同一个名字 对而且我特别痒痒我特别想让他去做作业 对对对一会儿你跟他说一下让他去做作业 江村和城市的区别 乡村大家都没有安保意识 到了城市大家都很谨慎 你进来一下 哇现在天已经黑了 大家看看这种城堡是不是马上住着很害怕 今天我们要玩剧本沙 这里玩剧本沙很合适 对ません 我们现在要喝咖啡了 然后喝完咖啡 мы要去老一家 这个地方太有特色了 进来咖啡 大家可以参观一下Edouard家的小的客厅 很高兴 好像我们在那个故宗时旁 对 我特别喜欢这个 这也是他家族传下来的 哇 这里有小客厅 还有个挂毯 墙上 后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打猎 有很多喜欢打猎的朋友都到这来住在这 然后租一块地方在这打猎 有野猪这个地方 这客厅后边就是一片农田 很大的空间 来来来 谢谢 咖啡吃完了就得喝一杯咖啡提提婶 一会我们要开车回巴黎了 是吧 一定有开车回巴黎 这家具都是老古董啊 嗯 是 十九世纪的吧 二世纪初十九世纪的 这种老家具 然后你看那个壁炉 那陶瓷的这个壁炉 那法国 很多小城堡里面特别多这种壁炉 陶瓷的 一个挂钟 要带我们家大宝二宝 二宝装饰 这得翻个变儿 一点都不老实 咖啡呟 把胶 宝贝 让一下 把胶 把胶 好嘞 好嘞 先 等待 那請 是不是 我已經是 我不喜歡 我不跟你電話 真的 好嘞 你不喜歡 我不要 好嘞 你 你有機會 我一定可以 它很好 很不錯 不被 肝部 肚部 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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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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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家了 充实的一天 去了城堡 让他们品尝了中国的美食 然后晚上又去了 迪梅特的餐厅 尝了中国的白酒 我们约好了1月16号 去给她过生日 对 然后我们用她的厨房 给她做一顿正宗的中国美食 我得从现在开始看一下菜谱 没事 带着妈妈一块去 我们一起给她做一个正宗的中餐 很期待 所以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杨米家 谢谢大家 下次见 继续支持我们 拜拜 关注我们杨米家 Neg人 别忘了 你 谢谢大家